哇!輕輕一踩罷了,Oh my God! 快到懶獎啊! 哈囉,大家好,我是Villen! 那麼今天呢,我為大家講的這輛車叻, 其實是時常出現在的眼前的, 尤其是我們在看F1也好,比賽也好, 看GT系列,都會看到這輛車的! 就是我身邊這輛Mercedes, 可以叫做GT AMG啦! 因為它是SLS過後,它做的一個產品, 那個這個是全設計的這個AMG 就是Mercedes的AMG, 輕手抄到做完整輛車出來,甚至是引擎也是,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17年它已經是Faceslip了, 那麼其實沒有Faceslip的話, 你看到它會比較累一點點,一點點啦! 那麼它其實在Faceslip過後呢, 它會比較聰明伶俐一點! 在講Spec方面呢,它開頭的時候,15年開啟的這輛車是14到15年之間開啟, 在這個Variant方面,它們就有GT啦,GTS啦,GTC啦, 然後還有GTR啦,GTR Black Series, 然後再來還有50週年款, 還有一個就是沒有TOP的,也就是ROASTER的款, 它們叫做ROASTER啦! 這個就是Grand Coupe,Coupe就兩個門咯! 兩個門的Coupe,ROASTER就是沒有頂啦, 直接是可以開崩的,就有兩種PATTERN, 那麼今天我們都Review的這一輛呢, 就是一輛GTS, 那麼它現在配置的這個引擎呢, 就是4.0的! 其實我們都知道,現在的都是TOP年代啦, 但是它在賽事那邊啊,就是在Racing啊, 它們的所謂的GT車, 就是GT3的Mercedes AMG啊! 它們還是用回那個SLS那個引擎, 也就是6200cc的那個V8NA, 那麼這個現在呢,它們就已經換新的技術了, 就是用這個4.0 V8雙渦輪! 所以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其實是因為在Racing方面, 我覺得對它們是那個舊引擎, 對!沒有錯,用了十多年了! 但是其實講真的啦,它是一個非常信用的引擎, 非常信用! 所以在這個渦輪方面啊,它們就現在這個就是用新的啦! 那麼在賽事那個賽車呢, 就是用舊的引擎! OK!那麼可以看到哦,車旁邊, 因為它的車頭是非常的長的, 因為那個如果大家知道啦, 那個之前那個6.2升的那個 V8NA 引擎也是非常的長的! 非常的大,因為它CC很大,引擎也大力! OK! 為什麼CC大引擎的引擎呢? 下次我再跟你們講! OK! 啊! OK! 但是這個是一個4.0 V8,等一下我們再開引擎看, 然後它車頭很長! OK! 所以它的圈圈呢,是有一點像什麼呢? SLS AMG,是不是有一點像呢? 那麼在SLS之前有誰呢?就有這個SLR AMG啦! 啊!我們已經講過了那輛車,SLR, 馬來西亞沒有說兩輛, 你知道嗎? 這個手指都數得完! OK!那麼我們也講過了SLR, 過後我們就找看有沒有SLS咯, 就是這個的前身! OK! 好!OK!講回車,車頭很長,然後再來我們看到輪胎方面呢, 它們都是用這個2-piece的碟啦, 它們沒有用carbon ceramic啦,因為還沒有上到那麼強, 那麼這個是用這個PS4S輪胎,然後就是26535ZR19, 然後再來我們看到非常小的一個cork pit啦! 以前在15、16、17年的時候呢,這個F1的安全車就是用這一輛車, 就是用這個GTS,過後呢, 它們就換成GTR Pro! OK!然後一開門,五款的床,然後伴隨著一點這個馬西里斯的氣味, 非常的棒! OK!那麼在後輪方面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1-off的最出名的AMG的這個輪胎啦! 這個就是用295-30ZR20,因為它這個不是一個4-view的車款,這個是real view的! 啊!就是後輪車,所以需要一點緊張的東西! 如果你把 traction control 關掉,全部關掉的話, 你去踩這輪車,真的是有點緊張啦!是會緊張啦! OK!然後我們再來看後面這邊,這個小尾翼啦! 那麼這個在GTS方面呢,它就是一個定峰啦!就是定了的一個尾翼咯! 因為它是一個所謂的GT車型啊!GT車型幾個要點啊!第一,兩個位!第二,Boot的空間一定要大!就是放東西的地方一定要大! 第三,一定要快!哇!你看!OK!我們可以看到叻, 其實它的Boot叻,其實算OK的,不會算太小也不會算太大! OK!主要就OK的,我覺得不會太小啦!還是非常棒的!OK! 我們可以拿前面兩個座,所以不可能坐上第三個人,然後再來你看啊!它有一個bar的這邊,就是可以告訴你! This is a performance car!OK!這邊有一個補胎記啊!continental 送的!OK! 啊!後面有一個低音喇叭在這邊!坐進車裡面咧,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車長其實是不會非常的大! 其實講真的啊,這輛車啊,比 Lamborghini Huracan 還要載!所以我先坐上去給你們看一下! 我相信很多人在留言那邊呢,都有說到說,哎呀!我想看你坐進去耶! 對我,你坐進去你沒有拍!OK!所以這次我要坐給你們看!OK!坐進去叻!會不會難呢?OK!還好!因為它坐墊很矮! 只是頭這邊要甩一下進去咯!OK!進好去,就這樣子!感覺有點滿有沒有! 很充滿啊!啊!那坐墊可以看到的!OK!沒有問題!這次就是車裡面會比較窄一點! 好,再來講到車裡面呢,其實是會比較窄,因為它的中控這邊咧,非常的大個啊!它只有天蓮罷了! 它沒有天窗,它只有天蓮罷了!再來一樣東西就是,呃! Copit中間很窄,然後左右分的蠻開的!OK! 然後再來就是,整體方面真的是非常帥!你看有四處這個冷氣風的啦!四處! 然後這邊就有很多,這個是調 exhaust,自動熄火,然後transmission,你要auto manual,音量大小這邊調! 然後再來,這邊就是調我們的這個中控系統的東西!冷氣全部在這邊! 然後我們調 gear,就在這邊!這個就是跟AMG一樣啦! 然後這邊就是手寫啊,按回去系統啊,全部看這邊的東西! 然後再來,traction control, suspension, start stop,然後選擇什麼模式,到底你要intelligent啊, comfort啊,sport啊,sport啊,sport plus,還是你要go race! OK!就有這樣的東西! 那麼其實在這一方面都沒有什麼多東西可以看哦,那麼現在我們就轉去,就看我們最喜歡的引擎的部分! Let's go! 好,現在我們講完了內飾,講完了外觀,非常帥的那輛車對不對? 它最帥的就是這一顆引擎,馬力510多匹,扭力600多匹! OK!我們來看一看! 各位,現在在我們前面的這一顆呢,就是一個4.0 V-bar 雙渦輪 OK!馬力510匹,然後扭力差不多600多 那麼這個是一個福利原裝,沒有改過啦! 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想看下你們有沒有那些改過了的! 就是有改過那些MG,GT,GTR,GTC都好,GTS都好! 那麼有改過的,我都想要試一下! 引擎是真的是,過敏實力是非常的棒! roadcar方面呢,我們是不需要這種talk,我們只需要更加節能,更加有力就好了! OK!那麼我們講了,吹了那麼多水勒,試時候呢,要去駕一駕這輛車了!是不是? 是喔! 完成! OK!好,現在我們就去試這輛車,我們去打油先!來,Let's go! ! I don't think they runnin' at my pace! Jordan 1's, gotta keep him laced! If she bad, I might have to get a taste! Whip go vroom, I'll set him on a chase! I don't think they runnin' at my pace! Jordan 1's, gotta keep him laced! If she bad, I might have to get a taste! Whip go vroom, I'll set him on a chase! I said I'mma do it, I'mma get it anyways! All I do is work, I got this money on my brain! I don't like to talk, I just got way too much to stay! They been tryna get me, I'mma get him out of way! I said I'mma do it, I'mma go and get it back! 好,各位,現在我們就打完油啦! 那麼我們現在就要去試一試這輛車的表現是怎麼樣的! 首先,在回轉半徑那邊來講的話,是非常方便啊! 很容易轉! 主要進行我們的路線啊,因為我們現在在Goozai嘛! 從Goozai這邊,進Smart Tunnel 這樣好Smart Tunnel過後呢,我們就駕這輛車去KLCC,KL繞一圈,然後就回來了! 那麼,我就試看在城市,或者是在一點點HIGHWAY的地方,因為Sungai Bersi那邊是屬於HIGHWAY嘛! 測試一下那種城市,那種塞車的感覺是怎麼樣! 那麼可以感覺到第一樣東西,坐進車啊! 這個車的椅子啊,是舒服的! 適合大男人像我! 我這樣子,這樣大個,這樣重都沒有問題! 那麼牙箱,它的咬合點是非常的舒服,在舒服的話 它不會孔你一下,這樣子不會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這邊,就有電熱椅! 在馬來西亞是不會用到啦! This is one of my dream car 之一啊!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呢? 因為我從小就看F1嘛! 我很喜歡F1,那麼從以前它的那個,他們用什麼CLK啦! C-Class啦! 那些車一直到現在,之前也有用過SLS啊! 大小眼也有用過啦! Medical car也是用Mercedes的車,所以一路來我都蠻喜歡它們這些Performance的系列! 那麼這個AMG系列,現在他們也是用著這一輛是GT-R Pro啊! 那麼我們名用版就可以買到這個,GT-R Pro也是可以買到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Black Series啊! 這些我們都是可以買到的,那麼我就想要試一下看! 感覺上那些東西都非常相似的啦,我覺得! 在那個driving experience上面! 所以現在我們也是去試一試這輛車,主要是測試一下Performance! 這裡只是在試一下它的東西,其實都是上一代的產品啊!這些 因為到了現在,他們已經沒有用這個系列嘛! 他們已經用那個一片式了有沒有! 這個是A45那個年代,你要記得! 引擎資料、車輛資料、引擎資料 呼呼!有個表在這邊咧! 現在會用多少TALK?它全部都知道咧! 那麼今天我們的目的就是要下隧道啊! 所以到達的時候要試叉啦! 受傷啊! 在確認的時候,因為它這個引擎是有那個WARF的,必須要打到Sport Plus啊那些啊! 它才會有那種感覺在啦! 所以現在為什麼你聽到只是很雄厚的聲音? 那麼如果你一開了它就 這種車就是傳統的這個叫有沒有? 就什麼意思咧?頭過身就過! 在S也是有這樣子的,Comfort的話就RPM更低了! S的話就高一點,Sport Plus更高! 我才用了200匹吧! 它屁股是非常靈活的! 但是有一點潮啊!因為這個馬路是那個石灰馬路啊! 所以會有一點潮是正常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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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爛槍啊! 雖然它引擎現在因為沒有改過,所以不大聽到什麼很強的聲音 因為外面很吵! 那麼其實,對我來講這個動力啊! 是有一點誇張的,你知道嗎? 有一點誇張,真的! 哇! 它感覺真的是,不懂外面聽不聽到什麼聲音啊! 哇!輕輕一踩罷了! Oh my God! 輕輕一踩! 哇! 你看我剛才沒有講話啊! 因為我有一點緊張啊! 我有一點緊張,我要感覺這輛車啊! 哇! 原來是這樣好感覺咯! 感覺在我轉彎的時候,我感覺它的那個轉彎特性是非常特別的! 你跟那個SLR那個,其實是有一點像啊! 它的頭哦! 你好像擺一點,它好像很多這樣子啊! 因為你坐比較後面啊! 所以你會感覺到那個車很靈敏啊! 哇! 這個感覺是非常特別的! 而且到現在我還沒有用完那個馬力啊! 那麼現在,我們就在這個Kuala Lumpur這個地方! 這個我們叫做,百慕達三角洲 誒不是!黃金三角洲 金三角他們叫的,OK! 哇!它瞬間一踩下去啊! 它那個來的感覺,哇! 感覺非常好! 真的非常的棒! 而且你看我擺一點點啊! 它好像很多這樣子哦! 很多! 我們要去Pavilion門口 不懂會不會有人看這種車哦! 這種車哦! 因為它很不一樣,很Rare 可能也沒有多少男生女生會了解這種GTS這種車 應該大多數都是會知道Lambo、Felari這些 Lambo、Felari應該就很容易讓人家知道! 這樣子! 有人看了咧! 有人看了! 有人看了! 我就以為會沒有人看! 原來是有人看了! 還是有人會看的! 還是會有人看的! 所以啊! 回頭率還是有的這輛車! 我們再轉多一圈! 我們再轉多一圈! 試一下看! 看來會沒有人看這種車! 但是每個人在忙著看電話啊! 看小姐姐! 小姐姐不看啊! 小姐姐完全不看啊! 沒有人看了! 真的沒有人看了! 這種車下賽道啊! 很好摺啊! 因為它不用擺這樣多嘛! 所以你一LUT啊! 擺一點點它就回來很多了! 就算你LUT著去啊! 你才又 你可以這樣開著去! 如果在GT-R的話呢! 這邊中間呢! 就有多一個Swiss啊! 那個Swiss是拿來做麼呢? 就是拿來給你看那個 Traction Control要開多少! 關多少! 啊!這邊有%可以調! 這種車真的不是那麼多人會欣賞! 哇! 當我們這種車又要這個什麼呢? 這個那一輛就是Rolls Royce兩個門的 就是Rolls Royce他們叫做Riff 啊!兩個門的! 啊!不夠我跑的啊!要跑啊!不夠我跑的! 但其實你講Mercedes哦! 最旗艦來講啊! 都是這些有的咯! 你講在top啦! 最top來講啊! 都是這些有的咯! 再來還有什麼? GT哦!GT Sport Car咯! 還有一個叫做GT四門的 GT Fordo 其實都是這樣子罷了咯! 因為最top來講都是這些產品的 那聲音真的好聽! 這輛車整體來講是非常有幫啊! 真的是!我是覺得ok啊! 因為你看啊! 我們過這樣的洞是 你會很辛苦嗎? 不會啊? 哇!你試試做懶博看這樣 一直這樣子的很顧慮啊! 這個就是它那個差別! OK!我們到了金三郊 繞了一圈! 的確是有人看啊! 有人看啊! 但是回頭率沒有馬高哦! Mercedes! 整個Milk的Mercedes! 因為其實Sport Plus它的那個 Traction Control會關一半! Race的話就會關完! 我不敢!我不敢關完! 除非有空地啊! 空地!ok! 好!各位!剛好我們就試駕回來了啦! 那麼,as you know 下大雨咯! 那麼剛好我們就也回到來了! 那麼,我試到這輛車的評價是非常高的! 要舒服有舒服! 要快有快! BOOST PACE它有! 聲音它有! 但是原裝啊! 其實是有一點小聲啦! 如果我們換了更大套 就更好料的 Exhaust 可能就 什麼ARCAPOVEC啊! FI Exhaust啊! 現在一套下去加一套REMAP 我覺得我跟你講這輛車啊! FANTASTIC! OK!真的是非常好駕的這輛車! 當然今天我們要非常感謝這個JL Car Renter啦! 因為是他們把這輛車借給我去做這個拍攝的! 那麼如果大家你們想要租車、租這種豪華車、Supercar這些的話 你們也可以聯絡他們! 啊,電話號碼咧我就放在下面 你們如果要租這種車啊! 好像他們有Ferrari啊! Hurukan啊! 458啊! 488啊! Offerway Fire啊! 什麼C200 C250 C350 差不多都有啊! 像我們這種GTS還有有! 然後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這個它都有啦! 那麼今天我們這個review咧就會先到這裡啦! 真的是非常感謝啦! 那麼如果大家想租車可以找JL Car Renter 如果你不想租車的話也可以去follow一下我們的page 租不起沒有關係! 看也可以! No problem! OK! 那麼我們今天這個review就到這邊! 我是肚子餓了吃一下番薯蛋子! 如果大家還沒有like我Facebook記得like 還沒有subscribe我Youtube記得subscribe咯! 還有我Instagram抖音TikTok全部! OK!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